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提起公诉后 被指为他在海外资产代理人的小姨子贾小霞 行踪就一直备受媒体关注 此前曾有海外媒体报道称贾小霞一直滞留在加拿大 并一度接受港媒专访喊冤 不过日前据传贾小霞被突破于种种压力 已经回国自首全家转座污点证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